这是一条鱼 它叫什么鱼 我不知道 于是我摆录了一下 它叫金昌鱼 为什么这么说呢 前一阵子有人呼吁 中国人不要吃海鲜 或者少吃海鲜 不怕大家笑话 我20岁之前没有吃过海鲜 我相信有不少内陆城市的小伙伴 跟我一样 我记忆中 我家吃的最多就是草鱼 底鱼 鸡鱼 还有一种叫点鱼 就是这种 不知道你们那里叫什么名字 这种鱼很便宜 我家几乎从来不吃海鲜 可能是因为我家比较穷吧 而且内陆城市很难买到海鲜 好不容易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 中国人就得多吃肉蛋奶 多吃优质蛋白质 多吃海鲜 这样才能更强壮 更有力量 我本人非常鄙视 五月成一家 还有回行征 必须谴责他一下 我表弟从拼多多买了 三条海鱼 九块钱 他说有点怪味 这条鱼应该是海鱼吧 属于海鲜吧 今天给一万条虫子 吃一条海鱼 兄弟们 我密集恐惧正犯了 我现在有点头皮发麻 我密集恐惧正犯了 我密集恐惧正犯了 好看 蜘蛬 我密集恐惧正犯了 不我密集恐惧正犯了 不不和 impacted 把这个水平提高了 这些呢 都要 estamos脱了 我密集恐惧正犯了 还能打破太轮刀了 我密集恐惧正犯了 BU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出去玩了两天回来 哇 这什么情况 我的虫子全都死掉了 因为这个海鱼它没有鱼顶 它那个鱼皮非常的坚硬 我还特意给切了一块 这条鱼是不是从日本近海捕捞的 已经被核辐射了 我至今能搞不明白 这些虫子为什么都死掉了 好像集体中毒了一样 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一下 兄弟们暑假我准备爆肝 买个相机 因为我感觉用手机拍摄不是很清楚 所以拜托大家给我点赞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内容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下一期我应该会让这条鱼PK一下 化湿水 看化湿水 能不能把这个鱼给化成渣渣 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